把水银滴在金箔上 几乎在接触到的一瞬间 金箔就开始收缩 下面把它们团成一颗球 然后再放入一片柔皱的金箔 这下能明显看到水银吞金的画面 最后就得到了一团银色的橡皮泥 捏起来软软的 它有什么用呢 在我国古代有着这样一种装饰工艺 流金 比如长杏宫灯的表面就是通体流金 跟刚刚的操作一样 师傅们会用水银溶解黄金 并把多余的水银挤出来 如此便得到了所谓的金银 然后将其涂抹在器物上 接下来就该去拱流金了 随着炭火的不断加热 水银就会蒸发 最后再用玛瑙反复磨压镀金面 一件流金制品就制作完成了 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在一些含金量不高的矿石上 同样能提取到金子 但是在古代也有一些炼金术石会借此行片 即现在金块的表面涂上水银 假装这是银子 然后扔进炉子里一烤 瞬间就变得金光闪闪 一旦有富翁信了这一出想要点银成金 那炼金师不就抱一大堆银子逃之夭夭了 好 说回正题 水银是一种很神奇的金属 在常温下呈现出液态 并且能溶解许多金属 人们把溶解后的合金称作拱旗 像银拱旗之前常用来补牙 因为它在加热时易于软化 但在人体温度下却是坚硬的 再比如吸拱旗 它具有很强的反光性 并且能紧紧地贴附在玻璃板上 这就有了最早的玻璃镜子 咱们再来看看铝拱旗 在方形铝板的中间滴上一滴水银 不久后二者就开始发生反应 大量的白色丝状物从小坑处冒出 这是因为铝拱旗破坏了金属铝表面的氧化层 所以铝板会接连不断地形成白色的氧化铝 要知道大多数飞机的蒙皮材料都是铝镁合金 所以是不允许携带水银这种腐蚀性物质的 最后大家好不好奇哪种金属跟拱最不对付 是我们最熟悉的铁汁 它在水银中的溶解度极小 只有1.0%乘以10的-17次方 所以人们常用铁来制作乘放拱的容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